人不觉得羞耻吗 秦刚大使 你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多次威胁恐怕要杀死访民 近日 多名来自中国的访民 到中共驻美大使秦刚的官邸外抗议 而使馆工作人员则是举着大喇叭 与抗议民众互相对骂 由警方在场维持秩序 另有一则在中共驻美公使 徐学渊公管的视频显示 徐学渊不出公管 拿大喇叭与访民对骂 在访民的骂声中 驾车出门的徐学渊对着访民述终止 视频在推特上引起网民热议 有人留言丢人 外交官和本国国民 在驻在国的街头隔空对骂 恐怕这个星球上只死一家 事实证明中共就是活脱脱的流氓政府 中共的外交官在过去几十年里 一般来说在美国面临抗议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采取回避 很少有像徐学渊这样直面攻击的 这个访民为什么纠缠你大使馆 纠缠你秦刚纠缠你徐学渊呢 因为他们也是合法的 因为他们受到了你们的伤害 因为他们在中国受到了迫害 另有视频显示 警方将其中一名使馆人员双手背靠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综合报道